接下来要跟各位上的是电力输送跟消耗 电力公司用各种方法 火力发电、水力发电、核能发电、风力发电 用各种方法发了电之后 要透过一个输配电系统 然后把电送到我们家里来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图 这里就不要管它了 那就是有一个最前面 左边的第二行有个超高压变变锁 这等一下要交的事情 它先把它的电压变高 为什么这后面要交的 然后再开始逐渐的降下来 那你的工厂大小不一样 你所需要的能量不一样 就会有不一样的电压 然后到了最右边 右边锁过来第二个 有给我讲过 现在应该绝种的 叫做电线杆变电器 进到你家门之前的最后一个变电器 然后把电送到你家里去 在至少在台北市 这东西你找不到 看不到 在那边在布边上 在布上面的一个装置 在那边做变电 然后送到你家里去 这有个输配电的系统 这样一路把它这个电送到我们的家里 或者是你的工厂等等之类的 那讲过了 电是要一个回路 要回来的 不是只有单向的 要回来 那才会有电 所以这个发电的东西 这个电要从发电厂出发 然后呢 经过了每个家家户户之后 最后要回到发电厂 那这件事情就跟我等一下要讲 那东西有点小关系 就是还有一个输送的电路 才要回来 出去之后还要怎样 回来 还要再回来 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回路 所以电出去之后还要回家 当然我讲过了电流不是一个电子 出去周游掠鼓楼再绕回来 不是 它是一个推一个 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 然后出去再回来 那这就是会跟我等一下讲 有一件事有点小关系 所以有一个输配电的回路 输配电的回路 可是当你拉长之后 它还是会有很大的电阻 它还是会消耗一些能量 应该说很多能量 所以等一下就要跟你讲说 我怎么样 可以让我消耗能量 变得比较少一点 变得比较少一点 所以 电路 红线电阻虽然很小 但是你拉很长之后 它也会损失很多能量 那等一下就跟你讲说 我要如何的 降低 减少我所损耗的能量 OK